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起管绝对压力、大气压回路故障是什么意思? 该诊断故障代码DTC是通用的动力总成代码,这意味着它适用于配备OBDR的车辆。 尽管是通用的,但具体的维修步骤可能会因品牌、型号而异。 MAP起管绝对压力、传感器是燃油管理系统的一部分。 它对发动机起管压力的变化做出反应。 PCM动力总成控制模块持续监控MAP传感器,以使发动机正常运行。 发动机负载的变化需要改变喷射的燃油量以及点火系统的证实等。 负载下的发动机比滑行的发动机具有更高的气管压力或更低的真空度。 随着负载的变化,到PCM的MAP传感器电压信号也随之变化。 但是,要检查MAP传感器的运行情况,PCM会监视其他传感器以验证MAP传感器是否正常工作。 例如,PCM将TPS,油门位置传感器,信号与MAP信号进行比较,以验证MAP信号没有粘制。 如果在油门踏板传感器发生变化后,PCM没有立即看到MAP传感器发生变化,则表明MAP传感器存在问题,并设置P0105。 或者,如果PCM注意到TPS指示发动机处于负载状态,但MAP信号指示发动机正在滑行,则它再次知道MAP传感器或TPS存在问题,并设置P0105。 症状P0105检查发动机指示灯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发动机运行不佳发动机运行附油发动机将不会空转发动机通过围管产生回火负载或怠速情况下发动机失火没有故障指示灯,照明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可能没有任何症状非没有照明典型的MAP传感器导致P0105DTC可能有以下原因引起,MAP传感器真空软管断开或堵塞MAP传感器不良TPS损坏或有5DTC。 问题MAP传感器连接器损坏或有问题的TPS连接器损坏接线损坏信号电路的参考电压不足MAP传感器MAP传感器或TPS失去接地MAP传感器的信号电路断开PCM不良可能的解决方案使用扫描仪或代码阅读器,打开点火开关,关闭发动机,MAP传感器电压读取什么。 海平面应约为4V。如果您处于较高的高度,则每增加1000英尺的高度,它的电压应降低约半V,这会因型号而异。 或者,如果您的车辆上有单独的MAF质量空气流量传感器,它们通常配备有大气压读数。 如果是这样,则Borrow读数应与MAP读数匹配,它们均测量环境气压。如果它们大致相等,则检查MAP传感器的冻结真数据,如果有。 注意,冻结真数据是PCM在发生故障时记录的故障。它不或可用于解决所发生问题的各种PIDS参数标识符的读数。 这就像发生问题时的记录。在空转时,典型的MAP传感器的电压读数应约为1V,在Watt全开油门时,读数应接近4.5-5V。 对于TPS,在空闲时,电压读数约为1V或更低。随着油门打开,Watt处的读数将增加到4.5V。 这两个读数有意义吗?例如,如果冻结真数据上的TPS读数显示为2.5V,只是部分油门,那么MAP传感器是否只是读数不是极端。 出现问题时,使用冻结真数据,如果有,将MAP读数与TPS进行比较。 这可以帮助您确定发生了什么情况。 如果无法访问冻结真数据,则在对其施加真空时检查MAP传感器电压是否发生了变化。 您可以通过口或真空泵进行此操作。 施加真空时电压应增加。 如果在施加真空时读数没有变化,请确保传感器的软管中没有障碍物。 如果软管是干净的,则MAP传感器通常很坏,但不能排除导致问题的以下原因,MAP传感器是否卡在小于0.5V的位置。 然后,注意,如果MAP卡在极低的电压下,则不应设置此代码,但是,我将其添加进来, 因为无法确定某些情况下的低电压条件可能会为P0105设置哪些车辆。 检查线数和MAP传感器连接器。 修复任何损坏拔下MAP传感器连接器。 另外,在PCM连接器上,卸下MAP传感器信号线,并检查与MAP传感器连接器的连通性。 如果存在无限大的电阻,则修复MAP信号电路中的开路。 如果信号线连接到MAP传感器连接器,请检查连接器的5V参考电压和良好的接地。 如果两者都存在,则重新安装所有拆除的导线并更换MAP传感器。 MAP传感器是否似乎卡在4.5V的电压下。 然后,检查线数是否损坏。 根据需要进行维修从PCM连接器上卸下MAP传感器信号线。 用电压表通过关闭发动机来测量电压。 有4.5V吗? 如果是这样,请拔下MAP传感器的插头并重新检查。 如果仍然存在,则修复信号线和5V参考线之间的短路。 如果拔下MAP传感器的插头导致电压消失,请检查接地是否完好。 如果是,则由于内部短路而更换MAP传感器。 MAP传感器代码包括P0106、P0107、P0108和P0109。